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你自己的面前 神感谢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 把一下的时间 主啊 一下的主啊 思想 话语 恩典 主啊 都仰望在你的手上 主啊 求你自己来亲自带领 主啊 找你自己的意思 主啊 让你赐给你自己的儿女 主啊 我们每个人说当领受的 主啊 让我们能够仰望在你的脚前 主啊 坐在你的脚前 仰望你的恩荣 主啊 能够得着我 让我们做当得着的 主啊 求你自己亲自来喂养 你自己的儿女 主啊 从天上降下马那 主啊 你自己做我们的粮食 主啊 让我们 主啊 能够得着你自己 主啊 在这一个礼拜里面 以及以后的每一天里面 能够有宝足 靠着你自己的力量 走前面的路 主啊 也求你 主啊 来 圣洁我们的心 主啊 保守我们的心思一念 让我们的心 主啊 淡淡仰望你 主啊 在你自己的恩典里面 能够立上加力 得着你自己 感谢你 奉你自己的命 阿们 像牧师说的 今天我们那个 上半年 大概有一个 有一个书 有一个就是三卷书 三个分别来讲 我自己主要是讲那个格洛西书 然后 我们的福利弟兄 主要是讲那个 以夫所书 然后那个 我们的牧师 讲那个 贝利弥书 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 讲那个格洛西书 也讲到了一点 提到了一点 如果说 讲这个格洛西书 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格洛西书 整个讲了一个主题 就是 全辈 全足 全封的基督 就是说 他在耶稣基督 他基本上保罗 使徒保罗在这个里面 给格洛西人说写的一封信 他基本上就想告诉他们一个概念 就是说 耶稣基督就是一切 有了耶稣基督 所有就都有了 全辈是指 他是完备的 方方面面 他盖过 涵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灵性 我们的肉体的这种供应 他都是完完全全都足够了 他能供应我们的一切 对吧 不仅如此 他还是充足的 有他自己 所有都有了 而且耶稣基督他本身是丰富的 神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 所以说我们大概分四次 想简单地把这个书 有一个不能说 能有多深的了解 只能说简单有一个概念 我们今天就讲 主要是讲说 一开始是一个根基的问题 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根基 他是一个支点 然后再下一次就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 然后再第三次就讲全辈 全足 全崩的基督 最后一次讲在基督里面的新的生命 基督里面的生活 大概分这么几次 从这么一个侧面来看这个科罗西书 今天我们先讲这个 它是根基 它是根基 对 实际上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就像我们以前所讲的 我很喜欢强调这个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不管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都有一个支点 就是我们靠什么而活 我们现在信主了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信主 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以说就是说 这个本身都有一个 有个根基的问题 有一个支点的问题 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思想这个问题 对吧 因为我们太忙碌 或者生活上有很多很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每天要上班呀 要生活呀 对吧 如果你要是有了房子 要付mortgage呀 对吧 即使你没房子 你说apartment 要付租金呢 每天都是很具体的事情 每天每天我们都需要处理 我们每天就忙于这些事物 每天就忙于这些事物 这就让我们好像那个 那个就是 整天就看着这些东西 就是这一堆东西 这样的 我们从来没有抬头看 还有神在这一切之上 这个圣经里面 对吧 在主日里面 像今天什么叫敬拜神 我们在这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抬起头来仰望主 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些事情 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 对吧 有些比这些东西更重要的东西 对吧 就是比如说神自己 是我们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我们自己并不一定平时的时候 被所有这些事物 这些太忙碌的这些 这些所事情 就吸引了我们所有的经历 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时间 全部在这里面 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中间都圈住 就让我们能够迷失 像圣经里面说 迷失在 迷失在矿业里面 这是我们 然后我们先 讲之前先看一节经文 从启示录下一个slide 启示录一章八节 主神说我是alpha 我是omega 对吧 是西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这个英文里面翻译 他们有全能者那个意思 就是西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 the almighty 那个大能 所以说这里面那个alpha 我们都知道 那个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是alpha 最后一个字母是omega 对吧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 神他是起始的 一切都起始于神 然后他也是终结的 他是起初的 他也是末后的 一切也都归于神 他又是在中间 起初和中间之间所有的 他是西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 那个大能 对吧 我们知道 在 神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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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的话语 就是圣经 当约翰福音 当约翰那个 约翰福音和启示录 当他写那个时候 在约翰 他是被流放在拔摩海岛上 在那个时候 神的那个 好像说 仿佛说神的这个 启示的这种话语 快要启示完了 因为启示录是 是圣经的最后一篇书 对吧 在那个时候 我们体会啊 约翰的心情 当时他是一个 应该是有90岁的人了 他被流放在拔摩的海岛上 他在以前呢 在在神的教会里面 做了许多的工作 对吧 那个拔摩海岛呢 是在爱琴海里面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很小的小岛 立岸不远 立岸不远 如果天气好 如果是天气好的话 他应该能够看到 远远的看到 爱上的景色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地方呢 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小亚西亚 因为那个小亚西亚 不是现在的亚洲啊 就是在当时的罗马 叫亚西亚省 就是当时保罗 做传教会的那个地方 那个圣经里面说的 亚西亚是指的 当时那个亚西亚省 那个就是那个 以夫所教会 格鲁西教会 还有老底加教会 在爱琴海的这个东岸 如果那个天气好了 他应该能够看到 这些案上的这些东西 对吧 当时呢 教会受逼迫 对吧 然后那个约翰也被 他也被 也被这个 被被求 然后就流放到 那个拔摩海岛上 对吧 有一个主日 就是应该是他 他心里思念他的弟兄 你想象他的心情 也许是坐在一块石头上 看着那个 远处的 看着他那个教会 他以前说 说老婆过 工作过的弟兄姊妹 对吧 然后他的心里 想念他们 然后呢 他也不知道 因为教会当时在低潮 他也不知道 以后的前景怎么样 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对吧 所以说你知道这个 神为什么说这句话吗 因为你看起司徒图 这句话来得很突然 上下他那个中间不联系 突然就冒出一句话 主神说 我是阿尔法 我是欧米卡 我是西在 金在 永在的神 对吧 他在那个时候 就给约翰里面 心里面一个安慰 因为约翰当时的心里面 他有点 应该是有点 depressed 应该是有点 感觉到很 很不好 然后呢 你明白现在 这个神 跟约翰说这个话 是什么意思吗 对吧 他在 他在 给低谷住的约翰 他是一个安慰 对吧 他说 我是起初的 我也是末后的 我是西在 金在 以后永在的 大能 因为在约翰 他这个犹太人 在他的观念中 你知道 神是西在的神 从创造 创世以来 然后到摩西 带领他们出埃及 神行神迹 其实大能 一直 伴随着他们 对吧 所以说 当时 对约翰 对老约翰的心里 是没有很大的安慰 因为他 你不要以为 神是起始的 神是末后的 你知道吧 神不是说 有一天早上 突然醒来说 好啊 我们现在来拯救神 因为他们已经犯罪了 不是这样的 在世界 没有创造 以先 在整个的这些东西 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 都是在计划好的 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不是一个accident 是神计划好了 就要拯救他们 对吧 所以说 既然是那样 现在那个低谷 在老约翰 当时他的心情 那也是神说 允许法神的 你不要看 他现在是低潮 你也不要看 现在教会开始凋零了 以后晦起来了 因为这一切 都在神的旨意里面 对吧 不是说 我们现在所看见的 光景好 或者光景不好 对吧 这个并不重要 这只是我们现在 一时一世的问题 对吧 约翰活了八十岁 九十岁 很快会过去 对吧 后面的一代人 也很快会过去 奥古斯汀 对吧 像保罗 所有这些人 对吧 一代一代都会过去 但是这个神 是永远存在的 他不仅以前 带领以色列人 过红海 带领他们 穿过旷野 进入迦南 而且他以后带领 对吧 耶稣基督出生 建立教会 对吧 一直往后 到直到今天 而且他还是 而且还要一直往后 一直到心前心底 对吧 到新耶稣 发了个降生 降临 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 所以说 他当时在约翰的心里面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安慰 在我们心里面 现在也是像我 我自己常常就有这种感觉 有些时候看到这个 有很多难处啊 或者怎么样啊 坐在那里 对吧 就在想着也是 对不对 如果你要明白 神对约翰所说的那句话 我是西代 今代 以后永代的 大能 对吧 你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 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 对吧 都是很 很temporary 很暂时的一个东西 对吧 神在那里 不管怎么样 神都在那里 对吧 所以说这个神 他是我们一切的根基 他支撑我们所有的一切 他仿佛对约翰说 现在是 现在是光景是不好 但是你不要怕 我还在 对吧 这就是我们所有安慰的来源 对吧 这也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对吧 所以说我们 像我们在每天 仰望神的过程中 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与许许多的问题 就好像约翰一样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 你听见神说 对你说这句话吗 神对我说 我是西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大能 如果你要听见神 对你说这句话 这一切事情 都变得不那么重要 都不那么重要 对吧 所以说我们 感觉到神的同在吗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是你是一个人 对吧 你感觉到神与你同在吗 你与他同行吗 对吧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 那我们外面这些东西 就没有什么 不可以面对的 这是我们力量的全员 这是我们力量的全员 这个创造天地的神 这么一位大能的神 那个The Almighty 这个大能 他住在我们的里面 他住在我们的里面 对吧 然后呢 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 也成为我们里面的安慰 对吧 世上的人看我们 他们看不见 他们也摸不着 对吧 他也不能打倒 这就是神的智慧 对吧 他可以给我们难处 你在这个世上 可以碰到很多难处 可以碰到艰难 对吧 可以碰到伤害 对吧 可以碰到苦难 可以碰到这一切 但是这一切东西 他不能把我们里面 这个宝贝夺去 他没有办法把我们里面 这个同在的神夺去 因为神是无形的 他与我们同行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神 所以说我们就有力量 要面对所有的一切 走前面的道路 这就是神的智慧 这是神的拯救 这也是神的救问 所以说一切的起点 都是 都是 神 祂是起初的 祂是一切 起始于神 最后我们 包括我们这个人本身 对吧 最终 也都要归向神 我们在这一辈子 走这么几十年的路 对吧 最终我们所要成就的 我们自己所做的 所有的人事 所有的这些东西 遇见的这种 最终包括我们自己 这一切都要归向神 所以说 神是这个 整个创造 耶稣基督 祂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对吧 所以说我们基督徒 我们所有 为什么要仰望神 我们所有的 思想 情感 意志 我们所有生活 都应该围绕着 主耶稣基督这个中心 这是一个人 应该尽的本分 一个人的生活 就应该是这样的 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的 一个境界 所以说我们看 那个诗篇里面 一百二十一篇 对吧 一百二十一篇 第一节到第二节 上次 我们弟兄也讲过 福林也讲过 就是说 上行之时 因为从诗篇里面 顺便给大家讲一下 从一百二十篇到一百三十四篇 这十五篇时 叫做上行之时 为什么叫上行之时呢 因为那个根据 犹太拉底的传统 他们说呢 有两种解释 一种就是说 当他们登西安山 去敬拜神的时候 登那个神的山 是敬拜神的时候 他们是一边往上走 一边唱这个诗 因为诗篇都是犹太人 在他们 在他们会堂里面 就唱的圣 是就像我们唱的 这些歌一样 对吧 所以说呢 它上行 所以一边走一边唱 叫做上行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那个圣殿 一开始建的圣殿 它在那个 进入圣殿之前 一共有那个大的台阶 一共有十五个台阶 然后呢 它每上一个台阶 就唱着其中的一个诗篇 所以说一共有十五篇 所以说这叫做上行之时 对吧 那个上行之时 第121篇 其中里面 它有一个 我要向山举目 这个山就是指的西安山 神的山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这个里面就是说 他们在敬拜耶和华 向神的殿行走的时候 这是犹太人 他们拉比 他们说 他们传统里面 所唱的这些诗诗 就是这些的 周围的上庭之诗 就是来敬拜神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诗里面 就表达了那个神 我是息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如果我们真的看见 神是息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们整个生命的支点就不一样 我们整个人 我们的生活 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对吧 这是我们所要看见的 然后我们下一次来 就看看今天的经文 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今天是讲的一个 哥罗西书 从第一章 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节 我们来 我们来 大家来读一下 大家读一下 收集一下这个 这个content 要不还是这样 我读一节 大家读一节 奉神旨意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和兄弟提摩太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常常为你们祷告 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与天上众生徒的爱心 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福音之下 因此结果 增长 如同在你们中间 只从你们听见的福音 能知道 神仅会的日子一样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 一同做仆人的 以巴佛所学的 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知识 也把你们 因世民所持的爱情 造出了我们 下一个slide 因此 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 不住地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 智慧物性上 满清之道 神的旨意 好叫我们 习世为了 独立的庆祝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愿意地托我之道神 找他荣耀的权能 得以在各样的 立上加厉 好叫你们 凡事欢欢喜喜地 忍耐宽容 又感谢霍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 在光明中 同德基业 他救了我们 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 爱子的锅里 我们在爱子里 得蒙救赎 结果得以赦免 sorry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 只神的像 是守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前 因为万有 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在天上的 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味的 主持的 实证的 掌权的 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他也是要为前提之手 他是原始 因为父喜欢掉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既然是借着他 在与十家上所流的血 成就了火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 天上的 都与自己 和他了 好 感谢主 让我们回到 第一节 就在这里 对吧 保罗这地方 说 一开始 第一节 第二节 是一个问安 然后从第三节开始 我们感谢神 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父 常常为你们祷告 因为听见你们在 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并向正宿主的爱心 这是指当时 哥林多信徒 他们 保罗称赞他们 他们在行为上 他们有信心和爱心 对吧 世卫大 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 就是从你们从前 在福音的 福音真理的道上 所听见的 这福音 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普天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 如同在你们中间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真知道神 恩惠的日子一样 我在这里面 画出了几个词 那个信心 爱心 盼望 然后还有恩惠 这个汉语的翻译 如果你看ARV 看英文的话 它就是这样的 是他们 这些哥林多信徒 他们有信心和爱心 是吧 这个信心和爱心 是为那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是从前 就是你们从前 在福音真道上 所听见的 这句话 它那个应该是 他们有信心和爱心 这个信心和爱心 是从那个盼望 从那个hope 是spring from the hope 然后在什么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样 应该是这么一个损序 所以说呢 信心和盼望 是从那个 信心和他的爱心 这个哥罗西信徒 他们有的 是从那个盼望上 生出来的 对吧 然后呢 再往下 那个盼望呢 就是 就是那个福音上 所听到的这个盼望 这福音 就是福音 从福音而来 都是个盼望 传到你们那里 并且在普天之下 结果增长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 一样 那个盼望又是从哪里 从那个恩惠 原文的就是恩典 就是grace 对吧 他们真知道神的恩典 那里面 所以说看到这个关系了吗 上面就好像一个树一样 下面是信心和爱心 然后下面是盼望 最下面是神的恩典 对吧 是神的恩典 我不知道 我们 这也是应该是我们的 我们不知道 我弟兄姊妹里面 我们 我们有谁的心里 觉得对神是有亏欠的 是吧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 看见神的恩典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对神的亏欠 如果我们不觉得 我们对神有亏欠 那是说明 我们还没看到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我们的恩典越大 我们就觉得我们对神的亏欠越大 对神的亏欠越大 对吧 但是呢 这几个 这三个东西是怎么连起来 我们把它倒过来讲 先讲神的恩典 对吧 我们心里面对神 对神的 我们看见神的恩典 对吧 我们里面就有感觉到 对神的亏欠 对吧 但是神并不听在这里 对吧 这是神的恩典 神他知道我们的亏欠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们还没造出来 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 他就知道 对吧 但是呢 他知道我们的亏欠 并且我们这种亏欠的感觉 但神并不存在这里 他赦免我们的亏欠 也赦免我们里面亏欠的感觉 你看那个旧约里面 立位纪的时候 献祭五种的纪物 其中有一种就是赎罪 有两种和罪有关 赎罪纪 还有一个是赎千纪 对吧 赎罪纪是干什么呢 赎罪纪是对付我们的罪 赎千纪是什么呢 赎千纪是对付我们的那个guilty 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犯罪 亏欠的感觉 犯罪的感觉 所以说神不仅为我们除去罪 他还要除去我们里面那个亏欠 那个罪犯罪的感觉 这样我们的灵才会轻生 才会继续往前走 所以在这个里面 当我们除去了罪和犯罪的感觉以后 不仅如此 神也不停在这里 他还要empower us 他还要在里面 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 对吧 给我们那个力量让我们行走 在我们以后做事的时候 就少一点亏欠 对吧 所以说 在这个里面 就给我们产生了盼望 我们是罪人 对 但是 我们神所对待我们 他赎去了我 除去我们一些的罪 给我们救赎赎罪 赎净我们天 洗净我们天梁上的亏欠 像保罗说的 对吧 然后不仅如此 他还要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做事情 对吧 就以后再做这种事情 这个亏欠就会越来越少 对吧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再往前一步 在这个里面 从这个盼望里面 就会生出我们一种那个 那个爱和信 那个里面那种action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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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我们的行为 就从哪里 举一个例子 对吧 我们具体一点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 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 他们有些 有些感觉 觉得自己亏欠神 看到在教会里面 或者怎么样 有一些事情 对吧 他想要去做 或者有心参与 对吧 这样 这就是神在我们里面 所产生的那种 恩典 然后我们靠着这个恩典 他要束 赦免我们这些 的亏欠 除去我们天良上的亏欠 然后我们 在去做这些事的时候 就带着神里面的这种 盼望 爱 然后去参与这种服侍 也许我们觉得 对吧 看着这个小孩子 对吧 我们需要有一点 服侍 确认受 也许我们是看见 家庭里面 对吧 对丈夫 对妻子 对配偶 对孩子 或者对儿女 我们里面的亏欠 然后我们就去 试着来弥补这种亏欠 对吧 然后在这个里面 这就产生了 像这个保罗等里面说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 并且向众圣徒的爱情 对吧 他这个里面是讲述 对圣徒的爱情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的家人 世上的人 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灵神 就像那个好萨玛利亚人 是不是 我们里面靠着信心 也产生了对他们的爱情 然后在这个里面 圣徒的行为 这就是这一节经文里面 我认为说说的 对吧 这是哥林多人 他们当时 他们生活的那种 那种光景 对吧 现在在我们身上 我们所生活的那种 也是 神也是靠着这种 靠着神的恩典 所以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靠着神的恩典 对吧 在我们里面 产生这个盼望 然后在盼望里面 又生出了爱和信息 然后来形式为人 这是我们现在 然后再往下面看 下一个slide 但是保罗并没有停在这里 他说呢 所以说他就说 在这个 他上面 他们有那种 有那么好的行为 有那么好的结果 他们生命的光景 已经很好 对吧 但是呢 所以说他就说呢 自从我们听见 就是就为你们 不住的祷告祈求 虽然如此 我们还要再向神 为你们祈求 愿你们祈求什么呢 这既然说为他们 祷告祈求 就说明 这是他们现在 还没有得到的 是保罗希望 他们能够得到的 对吧 要在一切属灵的 智慧悟性上 对吧 在属灵的那种智慧 还有属灵的这种悟性 那个understanding 满心要知道神的旨意 对吧 好叫你们 因为如果我们 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 知道神的旨意以后 然后后面有个结果 叫好叫你们 就好 他就有一个结果 就可以行事为人 对得起主 凡事蒙达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 多结果 渐渐的多知道神 对吧 就是我们knowing God 我们开始 像我们经常 在这里面也经常讲 要认识神 对吧 要认识神 这个认识神 它是一个过程 就像这说的 它是渐渐的多知道神 一点一点的多知道 因为我们对神的了解 也是要一点一点的多知道 照他荣耀的全能 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照着神的那个power 那个大能 像我们刚才说的 我是息在今在 以后永在的大能 照着他那个大能 就能在我们的行事上 我们的力上 各种的这种力量上 我们的all the strength 我们所有的力量上 都要加力 好叫我们凡事 欢欢喜喜的 忍耐宽容 你看这个里面 这一层一层 一步一步的 你有了那个 才能有这个 有了属灵的智慧 对吧 才能有可能行事 为人对的基督 然后渐渐的多知道神 然后靠着神的全能 然后能够立上加力 然后才能够 欢欢喜喜的 宽容忍耐 对吧 然后这后下面 再往前 就是在众圣徒 在光明中通的基业 在光明中通的基业 它那个 就是那个 光明的国度 就是神的国 the kingdom of light 然后在那里面 能得产业 能得产业 这一切 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这个东西 是保罗 为哥了系的信徒 所祈求的 对吧 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里面 一开始 有了这个 神的恩典 盼望 信心和爱 对吧 然后呢 所求的就是这些东西 属灵的智慧悟性 多知道神 依上加力 忍耐宽容 然后在光明中通的基业 这是保罗 是向他们说祈求的 然后 第十三节 反回来 讲了这一节经文 这一节经文 是所有的前面这个的根基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帮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 我们在爱子里得盟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我们之所以前面那些东西 称为可能 就是因为这第十三节 有一些经文 因为 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千当爱子的国里 罪过得以赦免 对吧 什么意思 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 这有个过程 对吧 如果说 你看 我们人是犯罪堕落的人 对吧 犯罪堕落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 我们是怎么和亚当相连的 这个罪和我们是怎么联系上的 对吧 其实那个亚当 几千年以前在伊甸园里面 他吃了一个果子 对吧 他吃了果子 说他犯了罪 那怎么这个罪就跟我们连起来了 对吧 我跟他们相隔几千年 几万年 也不知道有多少年 对吧 要说空间上 那个地方是中东 这边是中国 他跟我有什么联系 我们是怎么和亚当相连的 换句话说 最后我们是怎么关系 我们这样来想 因为我们人 我们试着来想一想 从我们人 你看我们人的组成 我们人有有形的部分 也有无形的部分 我们有形的部分 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身体 对吧 我们无形的部分 有一些灵性 这个很大的一块 对吧 这个世界 有一个有形的世界 也有无形的世界 有这个物质的世界 也有灵性的世界 我们人也一样 然后我们的思想 情感 像这些东西 对吧 爱和恨 这个都是无形的 看不见的 也摸不着 对吧 你开刀也不知道 那个爱是什么 也找不到 对吧 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 对吧 我们借一个 我目前 我觉得这个 怎么说呢 比如说像我目前 人 对吧 生物学 对吧 你看有些 儿子像父亲 像的 哎呀 简直 不仅长相像 走路的方式 对吧 思考的 行为的方式 对吧 或者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都像 都很像 对吧 那为什么 那我们现在 以现在我们这种 可以了解 生物学 基因遗传 我们可以解释 对吧 基因遗传 可以解释 所以说呢 就是说 从这个有形的部分 我们以这个方式 这好像是一个 一个模式 一个pattern 我们来试着 理解理解 无形的世界 对吧 亚当在一开始 犯罪的时候 对吧 我们和亚当 人总是从他来的 血缘关系 基因这一再一再传下来 这个基因 或者说有另外一某种东西 它不仅传成了人的有形的部分 它还传成了人无形的部分 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 因为我们都是从他那里生出来的 所以说亚当的罪 以及对他身体的那个罪的污染 不仅是身体 包括灵魂身体的污染 虽然我们没有在那个伊甸园里面 也没有吃那个果子 但是因为他吃了果子 我们又是从他来的 所以说那个东西就传承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这样和他相恋了 所以说我们就在罪上有份了 这是大概一个怎么说呢 好像一个模模糊糊的看见 好像对着镜子观看 因为我 我自己不能完全理解这个东西 对吧 我也不相信有任何人能完全理解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超越人类目前的理解的能力 也超越我们知识的范畴 很难 很难 但是anyway 但是我们照样可以这样来试着 你看主耶稣基督 他是道成肉身 他变成一个人 他为什么要变成一个人 他就要进入 亚当如何与我们两人相连 主耶稣基督也要与我们相连 因为与我们相连 他才能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迁到爱子的国里面 什么叫迁到爱子的国里面 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因为他道成肉身是一个太大的奥秘 他为什么不说就给你们门圣经 对吧 他为什么这个人必须要physically变成一个人 又是一个神 因为他只有变成一个人 他和我们人才有关系 我们才有关系 我们才能够接受他 我们那个信 才能够好像建价 价一朵桥梁过来 好像说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家庭 对吧 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里面 有财产 也有负债 也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如果家庭比较好的话 对吧 当然了 我们不希望有负债 只有财产没有负债 但是如果你一个家庭好 但是你这个家庭 一个人怎么能跟这个家庭有关系 他必须要生在这个家里面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个家里面的孩子 儿子 对吧 那家里面的他的产业 自然而然 那个产就有你的一份 因为你是在家里面的人 对吧 我们和主也一样 我们怎么样在主里面能得这个福分 我们下面所说的所有这些东西 怎么能跟我有关系 我要生在神的家里面 然后这些东西就才能跟我有关系 对吧 然后 也许走得有点远了 我们现在是 如果说我们一开始重生得救 我们相信救主耶稣基督 对吧 生在神的国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 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给我们流血 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 我们也在他的死里面 与主联合 和他一同受死 因此他就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 脱离了那个黑暗 那个darkness 那个就是说罪恶的权势 是亚当所犯罪 所留的那个结果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在他的死里面 他就 因为主耶稣已经定在十字架了 我们的罪已经完全服清了 所以说 他就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 同时 我们经受他做我们个人救主 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面 然后我们在他里面 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这样 神的恩典 射罪的恩典 才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 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 一种 怎么说 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了 应该是实实在在 和我们这个人 才能实实在在有联系 才能实实在在有联系 对吧 所以说我们呢 要生在神的家里面 对吧 不仅生在神的家里面 要长在神的家里面 还要住在神的家里面 然后我们这些 我们这个人 才能够 这些 这些所说的这些 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 你说是 道理也好 概念也好 才能和我这个人 实实在在的 发生联系 才能和我这个人 实实在在的 发生联系 好的 求神来做工啊 然后我们看下面一个slide 到目前为止 这个里面 可以说从这个 从这个道 到前面的道 十四节为止 大概是 哥罗西书 大概好像是一个 因为说大臣 好像是一个 是一个简介 对吧 然后下面就开始说 因为前面说 一开始 这么一个简介 然后后面就开始解释 全读全封的耶稣基督 就是神他自己的 是神自己的 神自己的 全辈 全读全封的耶稣基督 解释神自己 开始进入 好像说进入正题 从这个十五节 然后到 万有也靠他而立 到十七节 这个我们上一次讲到 说讲到 讲过一些 就是说 这里面有三个字 对吧 万有都是靠他而立 对吧 而且呢 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 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也是借着他造的 也是为他造的 然后后面 万有也靠他而立 对吧 有三个字 一靠 借着 然后还有为 就是说 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 这一切的东西 都是从神而来 也是借着他造 也是为他造 同时他自己 又支撑这个万有 万有要靠他而立 他就好像 上次我们说 像个胶一样的 他把所有这些东西 粘在一块 对吧 联系在一块 让整个的宇宙 包括我们自己 可以正常的运行 可以正常的运行 这个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在这里就不多重复 然后我们仔细来讲一讲 这个二十节 二十节 既然靠着他的实际上 所留意写成就是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天上 都与自己和好了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和主 有那么一个联系上 这种灵性上的这种联系 我们与主相连 我们变成一个基督徒以后 我们开始与耶稣基督相连 这样的话 我们就开始 他就开始变成我们的根基 他开始支撑我们 其实我们即使 没有做基督徒的时候 他也支撑我们 只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就开始 是首先他 借着他的实际下 所留的血 成就了和平 因为我们一开始 从犯罪作乐的时候 我们都变成了身的仇敌 所以说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流血 就把我们所有的罪就赦免了 所以说他来与我们先和好 他来成就了和平 对吧 便借着他叫万有 都与自己 都与他自己和好 这是耶稣基督 他们是 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十字架上 所做的 对吧 从我们这一 这个方面呢 我现在感觉了 就是说 和好不是一个事件 什么叫和好 和好就是与神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reconcinct 和神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它不是说一个事件 它是一个过程 好像一条路一样 要不断的和好 好像我们悔改一样的 也要不断的悔改 不说悔改一次就行了 对吧 我们重生的 就有一次悔改 是那很重要 但是在那以后 还要不断的悔改 在每件事上 心思的意念 每个行为上面 都要有悔改 对吧 我们与神和好 也是一样 对吧 我们需要不断的 与他和好 不断的与他和好 然后呢 要与神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要与神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所以通过这种 通过这种的关系呢 然后呢 神 首先是这样 首先神要与我们和好 我们和神之间要有联系 要有交通 他才有可能带领我们 为我们成就一些 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 才有可能永费 对吧 所以说呢 怎么说呢 耶稣基督 他实际上是在所有的创造里面 在万有上面 他都是恩基 对吧 或者 我讲一点 我自己的可以说一个心路的历程 对吧 一开始呢 神怎么样成为我的根基 神怎么样来支撑我 神怎么样成为我生命的支点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大概从一开始的时候呢 刚信主 那时候一开始 也基本上就是说 怎么呢 就是说 恨实际 就是为了实际的好处 对吧 信神 为了能解决我生活中实际的难处 对吧 也许工作上有难处 和人之间的关系有难处 或者说 对吧 有其他方面的难处 对吧 所以说求神 那时候每天说 说要求神的就是说 对吧 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工作上的问题 对吧 经济上的问题 工作呀 对吧 在国内一样的房子呀 那什么都要争的 对不对 分房也好 什么都要争啊 对吧 所以说就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 对吧 That's okay 这也是的 对吧 承认 我也承认 这是神的恩典 我也接受 这是神给的 对吧 也读经 也祷告 也认罪 也悔改 但是那时候 我的神对我来说 就好像是一个 是一个帮助 是一个旁边的帮助 什么时候我需要的时候 人家过来帮帮忙 完了 然后你 你再 再回去 对吧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是吧 那时候 祂是我的根基 但是祂的仅限于 在我需要祂 在帮助 帮助我来成就好 好处 成就我 在解决生活中的实际的问题 在这个方面 对吧 祂是我的神 然后呢 后来 到了99年 我们来移民到加拿大 移民到加拿大 慢慢慢慢 我就发觉 里面有一个问题 是以前所被遇到的 就是里面的恐惧感 我觉得我们每个到加拿大 因为我们在别人的这个 在外国做一个外国人 对吧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现在的光景 里面有恐惧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那时候也年轻 不知道 不怕什么 也不知道什么叫怕 真的不怕什么 过来以后 慢慢的就感觉到 里面有恐惧感 对吧 因为你到这地方来 你在这地方 举目无情 什么都没有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你要从学说话开始 是不是这样 他建立所有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里面就开始有恐惧感 对吧 以前那是靠自己的力量 现在来到这个一个地方 突然间来到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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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新世界 开荒 一切都要靠自己 发觉自己 现在就发觉 自己的力量开始打折扣 有很多东西能靠得住的 现在发觉未必靠得住了 然后这个里面 就开始有恐惧感 这种恐惧感 很深的恐惧感 那这种东西 慢慢的就要靠着住 对吧 他也开始在那地方 在那个时候怎么办 又开始求神 那个时候 这也是神的恩典 好像打开了一道门 对吧 神也开始进入 在那个心里面 开始安慰他 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 我是西在 今在 永在的 大能 对吧 然后就开始体会这些东西 对吧 我们的工作 对吧 在这里面开始 都一样 大家每个人经历都一样 开始找工作呀 然后开始建立家庭啊 对吧 或者买房子呀 或者怎么样 一步一步买车呀 一步一步都是这么过来的 对吧 在每一步 在每电视这个过程中 就慢慢慢慢就开始 越来越多的依靠神 对吧 就开始慢慢就开始 有里面这种恐惧 出去 慢慢慢慢的神在我里面 就出去这个里面的这种恐惧感 出去里面这种恐惧感 对吧 以前 我们所依靠的 是那个工作 对吧 是那个财产 是那个什么 对吧 现在慢慢才开始明白 那些工作 那些财产 是它可以支撑你 但是 真正支撑你的 是给你这些工作 这些财产的后面那个神 现在慢慢就开始 体会到这些东西 当你体会到这些东西 我们里面的恐惧感 慢慢慢慢就开始 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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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开始进一步了 神开始慢慢慢慢 就像那个房子一样 对吧 我们以前 用这些金钱 财产 Financial 或者银行存款 这些东西支撑 这些东西一旦没有房子 就开始晃 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 是提供这些东西的神 他自己在支撑我这个人 所以说那些东西没有了 是有点苦 对吧 你会有难处 但是你不会根基 根基不会摇动 根基不会摇动 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 神所给我们的 它是一个不能振动的国 是从天上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他的国是不能振动的 对吧 根基是不能摇动的 对吧 然后 从这个开始就开始 你看这就开始慢慢就进一步 神以前从那样的神 他就开始变成了我现在里面的神 开始支撑我这个人的生命 开始支撑我这个人的生命 对吧 不仅如此 然后 还有现在的问题 我常常 也许这跟人的personality有关 跟人的个性有关 我常常在想 我常常感觉我们这个人 我自己这个人 好像是一条船 在大海里面航行 对吧 你可以航得快一点 可以航得慢一点 你可以冲进大一点 可以冲进小一点 但是你那个港湾在哪里 你停在哪里 对吧 你不能一直一直往前行 对吧 目的地在哪 我们是 我们每天在这个世上生活 在这个世上行走 对吧 你也工作 你也赚钱 你也付毛给 你也买车 你也做 对吧 赡养你的儿女 对吧 做所有这些事 但是 为什么 做这些事 都是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对吧 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 所以说 换句话说 我们那个真正的跟 那个安全感 从何而来 我们很多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 对小孩 给他们 学很多东西 对吧 实际上你仔细想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 我们希望他能够 多学这些东西 好像 好像那个工具一样 把它 好像 equip 多了 以后好像就好了 这是我们因为 没有安全感 所以说我们要学 靠这些东西来生 要知识多一点 要能 要能力大一点 对吧 要见识多一点 这样以后在竞争的时候 才能够 才能够不至于 不至于落败 对吧 落败的时候都落败 别人不落败你 这是我们 里面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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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动机 就在这 对吧 所以说现在 慢慢慢慢 我才发现 对吧 所以说 你看神一开始拯救我们 他不仅是外面的 这种东西 外面这种东西 是 他也知道我们也需要 就像马太福音所说的 你看他天上的飞鸟 他也不重 他也不瘦 对吧 你所需要的这些东西 神都知道 但是你要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然后这一切 就是外面所需要的 他都会加给你的 神说话 神的话 都是 世世代代的 所以说我们这些人 也是这样的 我们如果能找到 那个供应万有的神 那外面所有这些东西 那都 一切都跟着 都有了 是不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这个人本身 我们的人 我们也就有了 我们的目的了 也就有了我们的目标 所以说我们现在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现在觉得 对我来说 有两个问题 对我来说 现在是很重要 第一 不管我干什么 第一 我要知道我是谁 第二 我要知道我在 我在干什么 这两件 这两件事 对我来说 现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不管我干什么事 对吧 不管我找工作也好 对吧 教会里面 在这地方讲道也好 不管怎么样 第一我要知道我是谁 第二我要知道我在干什么 对我来说 现在是很重要的两件事 对吧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我可以很忙 对吧 但是你忙碌 没有方向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的生活也会很 很 怎么说呢 很 Miserable Miserable life 就是这样 所以说 所以说 现在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说 耶稣基督 神 为什么要信神 我现在离着他 没办法过生活 我觉得 我不想在这上 表现我很熟灵 我想说一句 是实时代的的话 我现在离着他 我真的没办法生活 他是我的根 但是他现在是 他不仅是我的根 他也是说 有万有的根 他是弟兄姊妹 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根 不管你们相信不相信 知道不知道 他都是 他都是 如果你要是靠着他活 你就是一个喜乐 对吧 满足的人生 如果你要不靠着他活 你会挣扎 对吧 如果神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苟作 我们最后还会回来 因为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能过去 没有别的办法能过去 所以说 我们现在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 对我来说 我们要在主里面 找着我自己 而且呢 我要在主里面 我要做我 而且我要成为我自己 没有第二个 OK 所以说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 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不仅仅在主里面 要找着我自己 要做我自己 而且要成为我自己 什么叫成为我自己 神一开始 在创世纪里面 神一开始说 他是照着他的形象 和样式造人 他造我是照着他的形象 和样式造人 他造我的时候 他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目的 有一个go在那 我要成为 他所造我要成为的 那个目标 对吧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首先要花很长的时间 要寻找 我要知道 那个是什么 然后 靠着那个向 那个奴隶 对吧 然后如果我们有这个东西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这个生活 就会变得充实 我们整个人 开始从里面 也开始舒展 也开始舒展 我们觉得我们是在活 活出我们自己来 这是我 这是我自己觉得 很重要的 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吧 可以说是一个 生死有关的问题 所以说不仅如此 就像这个 他不仅是要做我们的 他要做万有的 不仅如此 他在我的身上一样 在我们 在我的家人身上 我现在也发觉 开始做工 在垂涩身上 在孩子们身上 他开始慢慢地 把他们一点一点 带到他自己里面 就像一开始 在我们一样 所以说我很感觉 甚至这一点上 不管我们 你知道吗 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 总是有难处 总是有难处 不管你生活的多好 不管你的条件多好 不管你怎么样 总是有难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 在主里面 找着我们自己 我们这个人就不一样 我们的生活也不一样 所以说这是我 今天说想要 给大家分享的 对吧 我随便说一句 我自己也在学习讲道 因为这跟 我知道我也问过 许多弟兄姊妹 我自己的 这个个性上 有一些难处 就是说我自己的 personality 有一些难处 我不是太懂得 怎么样和人打交道 我和人打交道的时候 有难处 说句实在话 我说这个意思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 我也希望能够了解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一切 他是我们的一切 只要我们跟着他 总有办法解决 总有办法 没有过去的 对吧 这就是我想给大家说 先我们低头 一个报告 主感谢你 主啊 感谢你自己的音点 感谢你自己 主啊 今天 哎呀 不管怎么样 主啊 虽然很艰难 主啊 哎呀 我觉得这些东西 也都出去了 所以说 孩子感谢你 主啊 靠你自己的力量 靠你自己的音点 主啊 你自己来做成 你自己的功 主啊 求你自己用那个 用 我们这个罪人的不完全 承求你自己完全的工作 主啊 一切荣耀都归给你 主啊 一切都从你而来 一切都归于你 愿你做我们的根基 也愿你做我们教会的根基 愿你做我们弟兄姊妹的根基 让我们能够跟从你 仰望你 耶 就像我们以前祷告的 求你也拉着我们的手 也求我们主啊 也拉着你的手 走过我们每天的路 感谢你 奉你自己的命 阿们